好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這台Rocaster Pro 2該怎麼去操作 其實我對相關知識也沒有懂得非常多 所以我只是盡我有心的知識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機背的部分的話那部分我就暫時不介紹了 因為我就直接以照片的方式就給你看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簡單的來說就是把這個DivaXLR的麥克風給接上去 那把那個怎麼講後面的耳機孔直到接上去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現在設定的話是把這台機器的聲音直接輸入到我的攝影機裡面去 所以這兩個聲音完全是同步的 然後呢我使用的麥克風就是日語器給我的這支Rodepad Mic 所以這支聽起來聲音聽起來還是相當清晰啦 大概是這樣子的聲音特質那我使用它的標準設定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就是螢幕的部分 左邊這個地方REC這個地方就是很簡單的錄影鍵 那有非常多的操作畫面都在這個旋鈕 你就看一下我的那個這個地方旋轉這個地方 那看這個地方它有個按鈕 它應該會跑出來對不知道 好應該說在這個地方 它可以決定它的那個聲音輸出的大跟小 因為後面其實有個地方是可以輸出到那個監聽喇叭那個地方去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平時在主畫面的時候它的旋轉 就是在控制主音量 那平時你當然說如果沒有在使用監聽喇叭 或是沒有把它擴到現場的喇叭的話 那這個部分就不影響 那主要還是在看這個地方 你去看一下這條線 因為它其實上面有些小格子啦 我把那個這個線的meter給打開 那所以看一下會看到有那個0-15-30-45-60 那你大概其實在你講話的最大音量差不多到-15 或是再超出一點點這樣的音量其實聽起來就還算是蠻舒服 大概是這樣控制 然後下面這個地方你會看到說它有六個推子可以上下往下推 你看一下這個我把它推下來以後 下面這個地方它的音量就不見了 那如果說你看我把它推上去以後 你看它聲音就會跑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是控制它的音量的地方 因為我現在其實是有接著兩支麥克風啦 一支是我的領夾麥 那一支是 就是這支那個那個廣播的那個Rodpad Mic 但是只是說我把領夾麥的聲音給off掉了 我現在把它切掉領夾麥的聲音 像這樣這支就是領夾麥的聲音 OK聽起來聲音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現在是接兩支麥克風 所以左邊那支現在被我Mu掉了 中間這支你看一下 被Mu掉的頻道的話都會用紅色去顯示 那如果說是開放當中的頻道的話就是 就不會 像我再把切回回1號 像現在就是會聽到1號的聲音 OK這支Rodpad Mic的聲音 我覺得兩支聲音都還算很好啦 但是其實我是覺得說 我現在用這支Pod Mic的聲音可能會比較耐聽一點 好吧 那下面這個地方就是所謂的 應該說是大致上音量大小 那這個裡面每個按鈕 它其實顏色是可以改變的 像就跟右邊的這個 這個地方叫Smart Pad的聲音也是可以改變的 然後右邊這個地方 它的四支耳機輸出的顏色設定也是可以改變的 不過雖然那沒有影響很大 只是說因為它可以同時用多人的廣播 就是說可以讓好幾個人一起進行那個所謂的Podcast 所以有些像Rode他們會有配件 會在麥克風上面加上一個彩色的橡皮圈 這樣就讓你知道說看到哪個顏色 就知道說是要調寫的音量 那當然就不是很要緊的地方 那在下方這個地方每個channel下面 會有左邊會有一個耳朵的按鈕 綠色的以及一個紅色的按鈕 那如果說我按紅色的按鈕 我現在把它按下去 像我剛剛這樣講話的話就沒有聲音 OK這就是靜音的按鈕 那如果說是我按這個耳朵的按鈕 意思就是說我監聽的時候就會只聽到它的聲音 我監聽的時候就會只聽到它的聲音 好那這是在混音的過程當中 比較會需要用到的地方 那至於中間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被我推上來 我稍晚再跟你解釋 好在主畫面這個地方 我想我等一下再介紹主畫面好了 好那讓你知道說就是說我這裡面有每個按鈕 你看一下我按這個按鈕 就會跑去第一隻麥克風的設定 好我按這個按鈕就會跑去第二隻麥克風的設定 好那以後就以此類推 那這裡面你會發現說這裡有 1 2 3 4 5 6 7 8 9 9個東西 可是這個地方的推子卻只有6個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這其實是RODE在第二代的錄音器裡面所做的改良 那等一下我再跟你解釋一下 因為如果你看一下說其實他賣跟第一代跟第二代比起來 第二代的體積進行進一步的小型化 所以其實他不要在他的首頁畫面當中出現這麼多的推桿 因為你出現很多推桿的話 你機器的體積會變得比較大 或者是說每次推桿的可以推的空間就會比較小 所以他寧可就是說把比較小的推桿把它放在桌面上 然後呢等一下會去根據我們的需求去做設定 好吧那我現在這個東西就是整個機背上面的畫面 我等一下再把畫面調整成只有顯示幕 因為等一下我的操作畫面主要都會是在這塊顯示螢幕上 所以我會把它加點特寫一點 那就我準備換個畫面囉 好那我現在就把畫面切換到 就是只顯示這個地方的主要的控制畫面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人在看就是這個地方 那你會看到說這個地方會有123456789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channel 那這六個軌的話就相當於我們在主供畫面當中的123456 我們手可以摸得到這個地方 那右上角那個地方就四個耳機的音量孔 這我就不再追溯了 右邊這個地方的綠色旋鈕很重要 非常多的音量的調整都會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我直接去旋轉它的話 你就看到說這個地方有個小音量的部分 它會做出改變 因為它的機器後方它有兩個所謂的喇叭的輸出孔 它可以把它現場放給現在的監聽喇叭 或者是說你要把它放到現場的擴音系統之類的 你如果調整這個地方它就會去改變它的輸出音量 當然如果說你沒有動的話就沒有什麼差別 好吧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是把它的db值給顯示出來 等一下會有一個地方可以去決定它按跟off 那你覺得說就是你最好理想的音量就是控制到差不多在30到15之間 這兩個格子 這聽起來聲音就是屬於 比較好聽比較耐聽的這種聲音 好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會看到說這裡面有123456 這裡面我剛有講過的時候就是說 我把某一個如果把它靜音的話 按下面的滑軌上面的靜音的地方 它就會變成紅色的 像我現在右邊這個地方我就把它打開 你看 欸 我現在是兩支麥克風的聲音都打開 所以你會同時我聽到兩個聲音 我現在這時候如果把pad mic給關掉的話 你就只會聽到我的靈夾麥克風的聲音 所以你看到這個地方就是靜音的效果 所以你用眼睛去看 你不用去低頭看別的地方 你就知道說哪個鬼是被按跟哪個鬼是off掉 那我現在把它切換回音pad mic 好這是我們本來的動圈麥克風的聲音 好吧你去看一下說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你去點一下每個按鈕 就可以進去它的設定值嘛 像這個地方也是一樣可以去看它的設定值 那其實你也可以直接按機器上面的這個大按鈕 一樣可以進去這個地方 那這我覺得還蠻方便的啦 那至於右邊這三個鬼的話 我跟你講一下就是說 應該說1234是四支麥克風 那這個是藍眼的符號 所以它是可以跟別的藍牙裝置給連在一起 所以它可以使用藍牙 它比如說你把你手機的藍牙跟它配對 所以可以把手機的藍牙聲音給輸出到這個地方來 據我所知 Rocaster Pro 它甚至還可以跟藍牙耳機跟藍牙喇叭配對在一起 所以它的聲音可以放出去 這部分不是我們要講的重點 那右邊這個地方的話 這是所謂的soundpad 所謂的右邊的聲音 我移動到機器好了 這個地方這幾塊它的音量 這就是這幾塊東西的音量 這一共有八個小方塊 它分別有一些特別的音效效果 那那一軌的音量 我們就是放在這一軌裡面 那其實我在這個地方 我也可以往上往下調 你看我拉動那個拉桿上面就會跟在一起動 我是覺得說這點是還蠻方便的 蠻方便的 好那右邊這兩軌的話 這兩個一個是兩個USB 換一隻等於是說 這台機器它有兩個USB的輸出孔 所以因此你可以做到 好比說 一部電腦去用 去播放聲音 然後把它輸出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用另一隻 另一個USB去接手機 讓那個手機去進行直播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 接兩個 透過USB接兩隻手機 那結果接兩隻手機以後 然後去進行兩個平台直播 好比說一個在YouTube上面 另外一個在Spotify 或是別的平台上 我不知道 好比說Facebook 你同時進行Facebook 跟YouTube上面直播 你就可以同時使用兩隻手機 或者是一隻蘋果 一隻Android 這兩個都可以 中間這一軌的話 據我所知 好像是人家在做線上直播的時候 因為它在 它在第一個USB 它裡面會有兩個音軌 一個音軌就是好比就系統音效 是遊戲的聲音 那另外一個是 那個直播組 在他們的社群軟體 好比說 因為有些社群軟體 他們本身上面就會有對話的方式 對話的功能 它可以把這聲音接到這兩個 一個是對話用的 Chat用的 一個是系統組聲音 好吧 那總言之 這個地方是整這樣子 那我就點進去每一個頻道裡面進去 讓你看一下它長是什麼樣子 你去看一下說 上面這個地方有幾個 有麥克風的圖示的大按鈕 對不對 那這個大按鈕 我認為它是一個很方便的設計 你看我現在這個地方是觸控螢幕 我把它往左滑 最左邊有Line In 接下來是Instrument 就是說可以接吉他 然後呢 Dynamic Dynamic的話就是所謂洞圈麥克風 那Condenser就是所有的電容式麥克風 以及右邊是RODE他們公司 常出品的 就是非常熱門的 人家使用率很高幾支麥克風 那這一支RE20 是非常多的廣播的人員在用的麥克風 SN7B也是 好 那因為你們系上所買的幾支麥克風 都是這支PodMic 所以我就直接使用它的設定值了 所以因此 所有的右邊這些東西 它都已經幫你設定好了 這點我也喜歡 所以 右邊的這些設定值就是 他們設定根據說這支麥克風的特質 他覺得說這樣的聲音是最好聽的 他已經幫你弄好了 好 那下面這個地方的話 你看到它的Level 你看到說下面這個地方跑來跑去 就是我現在講話的聲音嘛 那理所當然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空白 左邊是空白 右邊這個地方是綠色的 以及紅色的區塊 那我們講話的最大音量 就是盡量落在綠色這個區塊 那表示音量是設定是很理想的 右邊這個旋鈕這個地方 你看我可以改變我的間值 如果我現在把它關小聲一點的話 你看我現在聲音 講話聲音就變小聲 對不對 然後如果說我講話聲音把它開到五六十的話 你看它的聲音就會變大聲 這個東西是叫做間值 那我回到我本來它建議的50dB這樣的聲音 好 那我拉動下面的滑軌自然而然也是可以微調我的聲音 下面這個滑軌這個地方 就是剛剛一開始看到下面這個地方滑軌這個地方 我可以去稍微微調一下它的聲音 好 那總而言之 這個部分的話是音量設定的部分 就是應該說是間值的設定的部分 當然你也可以用 我看一下應該可以用手 真的可以用手 它可以用觸控螢幕的方式 不過我個人覺得用右邊的旋鈕真的是比較直覺 下面這個地方P48 要注意一下你所使用的麥克風的種類 這個部分很重要 像我現在使用動圈式麥克風 就不適合打開48V的電 因為你說麥克風有分為不同類別 那大部分的麥克風是不需要供電的 好比說這種所謂的動圈麥克風 或者是有一種叫做 怎麼講 我突然想不起來 薄末式麥克風 那麥克風的話也不適合供電 那個可能就要看每個麥克風的說明書 Anyway 好吧 那 如果說是我們是使用電容式麥克風的時候 那支麥克風就要供電 你很簡單 你一支麥克風拿來 你不曉得它是什麼東西 一開始都不要開 那你如果發現說那支麥克風沒有供電 就沒有聲音的話 那你就把這個電容按按就可以了 OK 好 我想說這部分是比較簡單一點 那這個按鈕我有點不確定 我先不講 右邊這個地方是它的音效處理的方法 現在它是把音效處理可以打開 因為我剛剛說的嘛 這個是用系統建議的設定值 如果說我把它OFF掉的話 它就沒有去啟動它的數位處理 聲音處理最佳化的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麥克風它原本原本原本的聲音 那如果說你再把它點一下 它就是ON 那這裡面一共有三個 一個叫做Depth 一個叫做Sparkle 第三個叫做Punch 那我先跟你講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習慣這個操作軟體的話 都是用中文介面 當然如果你們日語系的老師要使用的話 你們可以把它切到日語介面 因為據我所知好像中文介面 好像是簡體中文的樣子 我看來有點不太習慣 那我因為可能英文的軟體已經看習慣了 我就操作成英文的 所以現在我示範我就用英文的 然後呢 Depth這個地方 我選這個 好了 你看我把它關到最小 像我講話聲音就比較沒有那麼多的回音 感覺上就比較沒有那麼雄魂 那如果我把它開到最大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我講話聲音就是比較有低音的共振的感 這是他們所謂的Depth 所謂的深度 那以及右邊這個地方Sparkle Sparkle的話 據我所知它好像是高音部的強調 像我如果把它關掉的話 它的高音部就比較不會那麼清晰 就不會那麼的紅亮 你應該這樣講 那Punch的話 這部分好像跟一些鼓或什麼的樂器比較有關聯 這個部分我沒有很熟 我就先不說了 OK 如果改天我知道我就跟你講 然後呢 Effect這個地方 Effect這個地方 它有兩個 一個叫Echo一個叫Reverb 那我們進去到Echo這個地方 Echo自然而然就是所謂的回音 像有些人如果說要唱歌的時候 他會喜歡說他講話可能有些回音的效果 好比說我現在把它打開 那這就是所謂的Echo效果 講話就很像霧帶系一樣 對 那如果說你不希望它那麼的多的話 像這樣的話就比較少 OK 這就是所謂Echo比較小 那如果右邊的話 就是Echo非常誇張 那中央這個地方有所謂的Low Cut Low Cut 所謂的Low Cut 就是 這真的太誇張了 Low Cut的聲音就是 大致上的意義就是說 它是可以把比較低頻率的聲音給過濾掉 把低頻率的聲音給過濾掉 好比說你在現場這個地方 有一些冷氣機啦 或者說電風扇啦 或者是發電機啦 或者是其他的冰箱之類的 其他機器會發出低頻聲音的時候 你可以把一些環境噪音給過濾掉 那如果High Cut的話就是說 現場如果你有些比較高頻的聲音 你覺得想把它過濾掉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過濾掉 好吧 右邊這兩個我就比較不懂 我就不說了 那 這個部分是它的Echo功能的部分 以及Reverb Reverb的效果的話是稍微有點 我把打開了好了 有點小小的回音效果 好 這樣你會發現說這種聲音 聽的就非常像KTV的感覺 對不對 那你當然可以把它 耳光比較小 這樣就是完全沒有效果 以及這個東西就是開得非常大 哇 這就很誇張 OK 那右邊這個地方 它可以去說 這倒是小房間還是大房間 好比說這是 模擬小空間的回音效果 以及模仿大空間的回音效果 OK 好吧 只是當個示範而已啦 不過我想說你們錄Podcast 大概是不會這個 但是如果說你們想拿這個東西來K歌 唱日文歌比賽的話 也許就可以讓你的觀眾使用這種方法 OK 好 那我現在就把它給關掉 這聲音實在太嚇人了 OK 好吧 這個東西叫做Echo跟Reverb 好 好 那事實上它這個地方有寫說 More effect on Smart Pad 這個地方 它會講說右邊的Smart Pad 會有更多的效果可以用 等一下會來跟你解釋一下 好 那下面這個地方有Preset Preset Neutral就是所謂的中性的 OK 這樣的設定的時候就是 系統預設值 不會對你做出太多的調味就是的 那如果說是我按這個就做Podcast Studio 它的聲音 據我所知 它是把高音跟低音的部分給拉高 因為一般非常多的消費者 在聽流行音樂的時候 他喜歡把高音的部分聽起來比較清晰一點 以及低音的部分聽起來比較震撼一點 那Podcast Studio 你可以用這個 像所以說你如果覺得 想要錄Podcast的希望主持人跟來賓的時候 聽起來聲音比較有磁性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聲音 當然這是我調整一下 這個叫做Neutral Neutral的聲音 OK 那這個東西叫做Podcast Studio 那如果說是Podcast 據我所知是 它的高低音的強調程度又比 剛剛的所謂的Podcast Studio更高了 OK 好 那你可以這樣子調 像我們如果說是調Neutral 那Advanced就非常好的 Advanced可以調的東西非常非常的多 像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所謂的 High Pass Filter 當然就是我剛剛跟你說的嘛 就是所謂的 多少頻率以下的聲音盡情消除 像我們一般有些時候的話 在這個地方我會把它設定成 好比說40以下的頻率以下的聲音 背景聲音就可以把它消掉 尤其像我的辦公室這個地方 常常樓下會有一台發電機 在裡面嗡嗡叫 那我可以利用這種方法 把那個發電機的聲音給過濾掉 就可以這樣做 這是所謂的Frequency 那Slope的話就是所謂的 它你在調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我如果往這個地方調 它降的就很快 如果往左邊調的話 它降的就很慢 你會發現左邊這個地方 這個圖就看得見了嘛對不對 我如果說往右邊調 它就是非常陡峭的整個聲音很快 就會聲音就是往下壓 OK 這個左邊這個地方 越往左邊就是往越低音去發展 這個東西叫做High Pass Filter 好 等一下我會把它回復原設定值 好 那 按 這就是所謂的Deactivate 就是所謂的把它取消掉 那我再選一個叫Deacer Deacer據我所知是 可以減少我們講話的 S的聲音 像我這樣子 student student 那S的聲音聽起來 有些人的聲音就是 所謂的S sound會比較多 那聽起來就會比較刺耳一點 所以有些人的話就會 啟動這個Deacer 那如果說我把off掉的話 student student 那種S的聲音就會聽起來 會比較刺耳一點 這跟個人講話是有關係的 像我現在是把Deacer給關掉 所以Deacer 你聽到說我那個S的聲音 就會比較清晰 比較刺耳一點 那如果說我現在把它開的話 Deacer 你看像我就比較不會有S的聲音 那Noise Gate 據我所知就是說 它設定一個設定值 只要超過這個音量以後 它就會把 所謂的 怎麼講 聲音給往下消除掉 所以你看我在這個地方的 threshold的地方 我如果把它往下調的話 OK 一直說 低於某個這個聲音以下的聲音 會把它消除掉 好比說 有些時候我們有現場反彈節目 但是旁邊可能會出現一些小聲音 對不對 出現一些小聲音的話 那你如果說 是把這個功能給打開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旁邊有人稍微 稍微 稍微的小聲音 是不會被收進來的 因為那個聲音會被 呼應器給忽略掉 這叫做Noise Gate 那如果說我把它開很強的話 自然很容易 稍微小一點的聲音 就會被我忽略掉 像我現在如果講很小聲的話 很可能那聲音就會被系統給Mu掉 你知道嗎 這叫做Noise Gate 一般人家Noise Gate 不喜歡開太高 一般Noise Gate 不喜歡開太高 好 那以及下一個 叫做Compressor Compressor就是 控制音量的起伏大小的一種功能 好比說我這個地方 右邊這個地方是2.2比1 意思就是說 我本來我的聲音 應該是增加2dB的 但是因為它有Compressor的關係 所以它就把聲音的起伏大小的幅度 縮小成Band的2分之1 所以如果說你的Compressor 如果開到好比說4.5分之1的話 這就是非常大的幅度 換言之等於說你聲音 要把它變得很大聲 就比較不那麼容易 等於是說 因為有些來賓他講的話 聲音起伏會比較大 等於說平時講話很小聲 他突然就哈哈哈哈的很大聲 所以利用這個 所謂的Noise Gate的方法 應該說用Compressor的方法 去控制這個音量 控制它音量的起伏 Equalizer就是所謂的EQ 所以我們去調一個東西的 低中高音的聲音 低中高的聲音 這叫Equalizer 像你看這裡面有3個Band 我們就可以去調它 對不對 看你要調那個部分 然後你要調 把它往高或往低 像我現在的聲音 你看發現我聲音的音質 就聽了有點不太一樣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要去調低音的部分 我如果把它調低音的話 你看一下現在 我的低頻的聲音就會聽起來 就比較沒聽得到 那如果說我想要我聲音聽起來 渾厚一點的話 我就把EQ把它調得非常高 這是剛剛是比較誇張的做法啦 好啦 那如果說按這個 電源按鈕的鍵的話 就是這整個就全部都消除掉了 那即右邊 Exciter 據我所知 Big Bottom的話 是很誇張的東西 你看一下 Big Bottom就是說 也是一樣 增加我的非常低的低頻的聲音 Aural Exciter 據我所知是 提高高音部的地方的聲音 OK 那我知道是 有些網紅是不太喜歡這種效果 那有些網紅很喜歡 強調這個東西 OK 好吧 那我就先把它回到 原本最頭這個地方 等一下我選一下 別的麥克風的按鈕再選回去 我就會回到 這所謂的 那個怎麼講 這支麥克風的預設值 等一下 先回到PodMy的預設值了 等於說一開始這個地方 右邊這個量 這是進階設定 那如果說剛剛那個是 預設設定 然後因為有時候 我們會是不是會有所謂的一些進階設定 剛剛這裡面有好幾個按鈕嗎 這是Deesser 不是嗎對不對 你按這個地方 這就是所謂的 Compressor 或這個地方 就是調你的EQ 調這個地方 Exciter Panning Panning是什麼意思 你去聽一下 如果我把往左按的話 就只有左聲道的聲音 右邊的話 就是只有右邊的聲音 你看一下這邊的按鈕 這個地方 這就是所謂的條Panning OK 那有些 一些現場的時候 有這樣的需要 我們一般來講 可能是不會動到Panning的功能 那這個是什麼歌 應該還是 Exciter Big B B就是Big Bottom AX的話 就是Aural Exciter 可能我們是比較不會用到 那因為有些人的話 有他固定的麥克風 喜歡是 因為他的麥克風 因為每個人聲音不一樣 那他可能會把麥克風調整成 適合他的樣子 結果他調了以後 他覺得說 那下次還要再調回來 或是怕這台機器被別人使用了 可能會覺得很不方便 所以他可以把這個Preset 你看剛剛說這個地方 他有所謂的Neutral Podcast Studio 跟Broadcast這三個功能 但是你可以按一個加號 可以增加你自己的設定檔 換言之等於是說 好比說你可以把這支攝影檔是 是Merry 下一支麥克風是給Michael 那下個設定檔是給Peter 所以每一個人可以有自己的麥克風的設定檔 大概就是為了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個功能是蠻方便的 所以這個地方設定檔是根據 這支麥克風的Preset 那我剛剛首頁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個Show對不對 或者是說我按這個地方會有個Show 這個設定檔是整台機器的所有的設定檔 的儲存的位置 這個跟剛剛有點不太一樣 好吧 那麥克風設定的部分的話 大致上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右邊這八個小方塊 我剛剛說這八個小方塊 那小方塊這個地方 其實你是要看設定檔的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會比較好看清楚 OK 在這裡 你發現 你看我按一下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加上一些罐頭音樂 好比說右邊 吵死了 OK 這所有罐頭音效的部分 有些固定的效果可以在這個地方出現 然後你注意一下說在這個地方 它有個箭頭 這個地方它是可以分頁的 OK 你看一下我換頁以後 你發現說 它這個地方它就被換頁了 被換頁了 OK 我就是覺得 它換頁目的是幹什麽呢 因為它等於是說 它後面還幫你設定一些所謂的 一些特別音效 好比說我按這個 喂 你看 這就是所謂的聲音的 模仿的聲音的搏濾器 右邊這個地方 有些人可能很喜歡這樣的效果 OK 或是一些保護當事人的一種方法 OK 像有些 一些什麽刑案啊 什麽的 它保護當事人 當事人做變聲處理 也是像這樣子 好這個地方是 Megaphone啊 這個地方是怪物的聲音 好 這是大型機器人 那這個東西是小型機器人 不曉得你會不會像這種功能 好的 我不曉得你會不會像這種功能 OK 那Sensor這個地方是什麽呢 Sensor這個地方 據我所知是 有些人講話的時候 他突然間開口就爆出口 結果我講下去的話 他就 就罵那句髒話的時候 結果 就可以把他那句話 聲音給消掉 你懂意思吧 這是一種消暈的功能 那如果說Docking 據我所知 Docking Docking這個功能的話 據我所知是 它可以把 怎麽講 它可以把 好比說 除了Channel1以外 第一個頻道以外的所有聲音 都音量降低 換來是只讓第一軌 好比說第一軌 如果是主持人的話 除了它以外 其他的音量同時降低 好 那這台機器的好聞地方 是在於說 它可以自行設定新的 所謂的那個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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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SmartPad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很清楚 好 我們就按一下 這個地方的設定鈕 按設定鈕 所以 你會看到說 這個地方是SmartPad 你看一下它可以 就可以去 這樣子自有去設定 我看能不能再把 畫面再入面一點 不能 這已經最近來了 好吧 那就 就到這裡為止 好吧 這一共有八個按鈕 這是第一頁 對不對 第一頁 第二頁 這些東西是 Voice Disguise Pitch Up 什麼東西 它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是你看第三頁 這個地方 我們還可以新增 新增 好比說我按一下這個地方 我可以有四種選項 第一個就是Sound OK 我可以選擇聲音 好 那 我可以這樣子 各位觀眾大家好 打開好 好 我這樣子拉的話 是所謂的Fade In跟Fade Out的功能 好 那你可以決定要不要Loop OK Loop就是說 它會一直重複播放 那Loop Up的話就是不要嘛對不對 Continue 這樣按就是Replay 好 這樣按是Continue 來我們播播看 各位觀眾打開好 那我按儲存 各位觀眾打開好 所以你有些東西的話就可以 各位觀眾打開好 好 那如果說是我剛剛這個地方 去編輯它的話 Edit 好比說 我把40成這樣的話 replay的話 各位觀眾打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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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不會繼續往下播放 OK 那你可以改變它的顏色 你也可以改變它的名稱 OK 好吧 這只是一個好玩的功能而已 我覺得還可以 那當然因為這台機器還給你們 所以我會把它Clear掉 OK 以後這個東西我就不要用了 OK 所以你們有些固定的聲音的話 可以在這個地方 把它設定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自己增加你的SmartPad 或者是說我也可以增加一個 好比說Effect 我要增加我的Robot功能 像機器人的功能 OK 我把它按的話 像這個就是所謂的 你看一下這支回音的功能 對不對 或者是說 往下看 好 這是Echo的功能 喂喂喂 那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設定這個功能呢 很簡單 就是說 因為剛剛我們不是在麥克風那個地方設定 可以設定Echo嗎 對不對 只是說 有些演員的話 可能有些時候它需要這個聲音 有些時候不需要這個聲音 有些時候不需要這個聲音 好比說你可能你在唱歌的時候 是主旋律的時候 你是需要一點Echo的 但是中間有旁擺的時候 你是不想要Echo的 所以這時候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設定成是說 把它設定成一個快速鍵以後 你按下去的時候 會有Echo聲音 那你把它再按一下 把它解開的時候 它就沒有Echo聲音 這個功能是蠻好的 OK 或者是說 就是 對啊 就像變聲效果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好 那我們這個 右邊這個地方有所謂的 Sound Disguise的功能 所謂的就是 變聲的功能 然後比如說這個地方 這就是所謂的 機器人 我開 我開 我開一下 小機器人 中機器人 大機器人 變聲效果 這個好我喜歡 好啊這樣就是沒有了 OK 這應該是可以理解它 阿這個地方的話我想pitch up跟 這應該是key可以調整 這個我就不清楚 我們來玩一下好了 OK 哇這聲音實在太誇張了 OK 喂喂喂喂喂喂 我不曉得OK 這好空你可以玩一下 好像這 這聲音就聽得太可怕了 OK 好 那就是我本來的聲音啦 好 OK 這樣就變超低 所以key可以調整 這不知道這是唱卡的OK的時候 可以這樣用 那如果右邊這個呢 我們往上調 看看 喔這是比較細 那個 比較 細微的處理 OK 好 那這邊是就是比較 大刻度的處理 OK 這其實真的實在太搞笑了 好 這是現在在亂玩你們機器的概念 OK 好吧 大概知道就好了 好 以上是smartpad的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行到這個機器的設定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真的是比較麻煩 比較困難一點 這個真的要好好的注意一下 好比說你按一樣是按下右上角的這個 呃 所謂的齒輪的符號 那現在這個地方 有所謂的fader 這是這台機器非常強大的一個功能 我剛剛不是說 呃 機器的面板上面的話 這裡面一共有六個 六個 推的 的推桿嘛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這台機器它可以接受的 的 嗯 的音軌事實上一共有九個 那因為 它為了考量到面板本身的面積的問題 所以 因此它可以這樣做 好比說我 因為 像我這個錄音者我用不到四支麥克風 我可以這樣子 我可以按住 往上拉 你就發現說我的第一軌的USB就取代它了齁 或者是說我把那個 呃電腦的聊天功能 調到這個地方去 或者是說我想 呃我的 我的藍牙想在第三個 這樣的話我就可以調整它的功能 你看發現你看這個地方是藍色對不對 我如果把藍牙往右 拉的話 你發現 Blue會跑到這個地方來 齁 那這個部分很好玩對不對 好 這個部分就是所謂的Fader的調整 OK 我覺得這個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強大 換言之你可以 呃 再根據你的使用場景去調整說你想要的樣子 當然我前面就講過了吧 齁 因為這個設定檔可以把它儲存在記憶卡裡面去 所以你換一台電腦以後的話 你一樣可以把這個記憶卡 copy過去 到時候的話就可以把 呃 這個東西調整成你喜歡的設定檔的樣子 好 這個東西是Fader的功能 那Output的話 Output的話這裡面呃有所謂的 headphone 那左邊這個地方是Rode他們自己公司的 呃的預設的的那個所謂的的那種他們那支麥克風嗎 當然事實上目前為止他們也只出品一支監聽耳機而已 其他的話就是說你的耳機一般講 正常大部分都是low sensitivity 所謂的低感度的那個耳機 那你如果說是按高感度耳機的時候的話 就有些耳機的感度是比較高的 那那要看你的手機應該說那要看你的麥克風的那個品牌 以及上面的寫的說明書 一般來講我們預設就寫低就可以了 據我所知好像用low sensitivity的監聽耳機的話 它的音量會被搞得比較大 那左邊這個地方high sensitivity的話音量會比較小 OK 一般來講大部分你們大部分是不用變這個地方啦 嘿 好那monitor的話當然就是所謂的監聽喇叭的部分 上面的automute output就是說 你如果啟動這個功能的話 那只要你的麥克風被啟 你有任何一支他說 When a microphone channel fader is live to prevent feedback 就是說你有任何一支麥克風的音量被開啟的時候 你的監聽喇叭音量會被自動mue掉 避免所謂的回收的問題 那如果說是fixed output level的話 就是說你的 就不會有這種功能的東西嗎 就是所謂的 你的麥克風 就算是你的麥克風的音量大小 你的monitor是不會被改變到的 OK 大概是這個差別 右邊Storage 嗯 好吧 這是SD card 因為目前為止我沒有插住SD card OK 沒有插住SD card OK 它好像據我所知它也可以用USB的隨身碟 應該透過它的USB裝置 LISTEN這個地方是你監聽的功能 監聽的功能到底是要想要聽到它是在切換這個滑桿之前的音量 還是滑桿之後的音量 OK 等於是說 大部分的話我們部分都是after fader 等於是說 你在切換滑桿的大跟小以後 你的聲音立即會回饋到你的監聽音效裡面 OK 好 Multitrack是個很重要的功能 原始版的Rode的錄音器的話 它是所有的檔案都存到一個立體聲音檔 就是兩個音軌而已 換言之等於是說我這裡面有六支麥克風 然後每支麥克風的聲音是不會獨立被儲存成一個檔案的 但是如果說你在這個地方你按pre fader或是post fader的話 一般來講我們可能很多人會按pre fader 就是說你按pre fader的話這樣的音量的話 它就會把你每一個音軌存成一個 每一個channel存成一個獨立的音軌 那存成獨立音軌回去以後 你後製時就可以根據每個音軌做獨立的處理 好比說等於是說 也許你在現場錄的時候你覺得可能某個人聲音太大 或某個人聲音太小 或某個人聲音你覺得想要修飾一下的時候 你可以只根據他的聲音去做修飾 所以如果是我要錄podcast的話 我會使用這個功能 就是說我會把pre fader這個地方給打開 好或是post fader都可以啦 你看你看你要喜歡說你現場的調的聲音大小 就反應到錄音檔裡面去 還是說都不要去動它 就是只儲存原始音檔 OK那選右邊這兩個 就是每一個聲音每一個音軌被儲存到一個獨立檔案 如果選off的話 就是你的所有的檔案都儲存到一個單一音軌裡面去 那processing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我剛剛裡面所使用的這六個功能 好比說就是master control 不管是delay啦 不管是 這是根據整台電腦的音效去做處理 好比說你看這裡面 special OK這看起來很像是 看起來很像是compressor一樣的東西 OK看起來很像是compressor一樣的東西 好 那 可能我們是不會用到這個地方啦 嘿 對 好我覺得就依照它系統預設指定都可以了 OK 那如果改天你對這個地方的設定 比較感興趣的話 我們再來討論一下 好吧 smartpad我們已經討論過了 對不對 Display這個地方 Display的話 你這個地方brightness的話 你可以改變所謂的 顯示面板的亮度啦 好 或者是按鈕的亮度 好 那右邊的話就是調整inactive還是active 就是有啟動跟非啟動中的亮度 或是boss 然後而且它會顯示說dim after 就是說 你在過了多久不去動它以後 它會把光線給往下調 你懂是吧 那一般來講可能是30秒 1分鐘5分鐘15分鐘或30分鐘 現在的預設指是never 就是無時無刻它的燈就是保持亮的狀態 好吧 那是亮度的問題 那對我來講我當然就 auto就可以啦 不用管它啦 auto的話當然它會根據現場的環境光去調整你的東西亮度 我覺得這樣子是蠻方便的 meter meter就是我剛剛用的齁 這是我改變原廠設定的地方 如果我選default的話 你去看一下首頁 這個地方就不會有任何的音量的刻度 你懂是吧 那對我來講的話我個人習慣 我喜歡meter這個地方是有db的 我覺得這樣對我來講看起來會比較清楚一點 OK 這當然是我的個人喜好啦 嗯 那你就自己看齁 秀這個部分我剛剛跟你說 就是整部系統裡面 它的 呃可以把現在的所有設定檔把它存成一個設定檔 OK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把它變成 呃 就是可以把這個設定檔存存你習慣的樣子 下一次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叫入你的設定檔 這樣的話 不管別人誰動過這台機器怎麼去玩的話 它都可以把它回覆成你當時你所喜歡的樣子 齁 右邊的話當然就系統齁 好比說這是網路齁 這是網路 因為呃這部電腦的話你可以把它連上網路 你懂什麼齁 可以用來做進行更新檔 或者是有些網路連線的功能齁 齁 那可以啟動Wi-Fi 齁 或者是啟動呃 設定你這台電腦的網路功能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就先不討論啦 Bluetooth Bluetooth的話當然就是 你要跟你的手機 或藍牙做連結齁齁 齁 我剛剛說它有兩種連結的邏輯 一種的話就是說 呃 我的手機是聲音輸出裝置 我可以把手機的聲音 輸出到這台的 藍牙的Channel裡面去 所以等一下 在這裡面的藍牙就會 呃 呃 透過藍牙所播放的聲音 還有這部電腦 它也可以 應該說這台錄音器 它也可以把它連到我的藍牙耳機 跟藍牙麥克風 呃 不是啦 藍牙耳機跟藍牙喇叭 所以我就可以同時使用它 把 我就可以不用帶這個監聽的耳機 我可以使用五線耳機 大概可以這樣講齁 MIDI功能 我們現在可能暫時用不上齁 那 如果說是Date跟Time的話 當然就改變時間啦齁 系統時間設定 這我都幫各位設定好了 那以及 我看一下 Language的話 當然就是操作語言啦齁 如果是你們的話 你們可能就會想要把它變成 日本語啦 好 這就是你們日本語齁 可能就這樣System OK 好 語言齁 如果說你喜歡中文的話 就把它切成中文介面 看起來它是簡體字啦 我個人我已經習慣用英文介面了齁 就 就這樣子 OK 好吧 那這一台的操作方式大致上大概就是這樣子齁 那我知道 我錄影時間有點長 你聽起來一定會覺得非常的亂 沒關係 到時候我會把每個地方 加上那個time code 幫你把每個部分的地方聲音給標示好 那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我也懂得不是很多啦齁 覺得只是一些很粗淺的了解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到時候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就再保持互動 就這樣囉 OK 那有空再聊 拜拜